有强烈的兴趣的话 那你是不是除了了解 台湾的艺术家在做些什么事情之外 你是不是也会对于 比如说越南或者柬埔寨的艺术家在做什么 或者是在拉丁美洲 他们现在的视觉艺术在做什么 或者甚至于古巴 他们的艺术家在做什么 你不是应该会有很强烈的兴趣吗 那也是国际观的一部分呢 所以我想你可能对于你自己国际观 就等于政治跟经济 其实是这个理解太狭窄了一点 好 这位 龙老师 安德烈 您好 首先 我想和安德烈 作为你母亲 我有两个孩子 今天晚上我带他们来到这里 一位我的父亲 他想问你个人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教一下龙老师 就是我的孩子也跟 就是像安德烈他们兄弟 跟菲利普他们兄弟一样 就是慢慢地长大了 我也历经了就是说 小时候他们愿意让我抱 让我亲吻他们 可是随着他们慢慢地长大 他开始抗拒了 他觉得这样子是很尴尬的 那我想请教龙老师就是说 您的工作也是异常忙碌 就我所印象当中您曾经到台湾来担任台北市的文化局长 那这段时间您一般要忙于工作 一方面又要就是说照顾家里面 那当时你的就说会不会有让你觉得没有办法两者兼顾 那甚至于当你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尤其他们在当时应该也是在青春期 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时候跟孩子沟通 就是找不到那个出路 你会觉得很身心忌疲 那这个时候您会怎么处理 谢谢 你如果用我在市政府工作的那个四年 作为例子的话 那是有一点极端 因为那个四年是离家很远 就是家在孩子们在德国 我在台北一个人 这是第一 一般的人不需要碰到这样的问题 第二在台北市政府那个工作 每一天的工作 包括周末是一天16个小时 这也是非常极端的 那第三个是除了这个长的工作时间之外 也还有非常巨大的政治压力 跟在议会里的摧残 所以这也是极端的 所以这是相当极端的一个例子 那所以你问了这个 就其实解释了为什么 一我在2003年这个马英九市长 他再度高票当选连任之后 我并没有继续做第二任 我坚决地离开 是因为我只有抽身而出 我才可能有任何的时间跟或者是方式 跟孩子们重新把那个线接起来 这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离开的原因 那第二个也解释了 为什么会有这本书的出现 也就是说有那个四年的 那样的一个关系 没有关系的关系 使得我在离开那个工作之后 花了三年的功夫 来弥补或者修补 重新接近他们 如果有一天安德烈向你表示说 我实在是很厌恶这么多的读者喜欢你 我只希望你回来当我一个很平凡的母亲 那你会怎么做 现在当然不存在 我必须讲 那个安安你记不记得 就是 他十四岁的时候 我曾经问过他的意见 十四岁跟十岁的孩子 就是说 你们是否赞成妈妈到很远的地方 去做那个工作 他们两个当时都是赞成的 很高兴 但是就是 你不要乱讲话 好 到了马英九市长高票连任 然后希望我继续再做四年的时候 我又问他们 那个时候他已经大了 再问他们 你们觉得我应该去做那个事情吗 他们两个都说yes 而且并不是单纯的就是说 妈妈越远越好 我们是有比较深的谈话的 尤其我记得跟菲律普 菲律普比他小四岁 那个时候的说 菲律普的说法是说 如果在你还有能力 去为你的国家效力的时候 有所贡献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去做 菲律普 那我其实想要说的是 我觉得你刚刚那个问题 就是一个要思索的问题 因为当 现在牵扯到两性的问题了 你会不会把同样的问题来问一个男性 说你作为一个爸爸 然后孩子们希望你留在家里陪他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还要去做你那个工作 你还要去做成大的校长呢 你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会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本身就已经有问题存在了 这里有一个比较激烈的问题 其实是类似的 他说 请问安德雷有没有被龙老师强迫过做什么事情吗 比如选择学校之类 可能关系到往后人生的事 比如叫你去相亲 有没有 他说他在学经济 很显然 他妈没有强迫他学经济 很显然 只有可能他妈妈不喜欢经济 他们就知道 然后她不相信 没有人生就知道 她以为她是否认为我给你做什么 但是 你知你父亲 他们就说 我非常愁愁 准备 Что说 你反省这件事 这是最传细的 所以她可能会给我准备很多事 但是 最终我让她们去做一件事 釘迫我 它会让她 我意识到 你来翻译吧 妈妈 她是说没有 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强迫过我 做任何的事情 尤其所有的科系啊 什么大学那些重要的 全是她自己的 但是她说 但是你们知道父母是怎么样的 她就会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譬如说 你这个让我很失望啊 或者你如果怎么样 我会很开心啊 是说用这种方式 使得她做出某种决定来 而她做出了决定之后 还自己觉得 是她自己的决定 所以 你有准备要原谅她吗 有一天 好 这边 两位小朋友耶 好小的小朋友啊 你们要问什么 鼓掌一下好不好 我想要请问安德烈先生 你 安德烈先生 你应该很高兴 你是先生哦 OK 你有什么事情 你要怎么跟你妈妈沟通 看哪一类的事情 你是说譬如说 她是同性恋 然后要来告诉我 你是那种严重比较大的事情 还是小事情 严重比较大 严重的事情 你可以帮我拍一对吧 它真的需要看什么样的事情 你要看是什么样的事情 最近发生一件事情是 他有一门课没有过 中文该怎么 被盪了 所以他选择的策略是 拖不告诉我 但是,I'm not saying this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m just saying even when you are you still might act like you're five and I don't think it ever changes even you even have businessmen who probably lie to their mothers every single day I don't think this relationship will change over time and you just have to figure out some way 他强调 你们两个几岁 12跟10岁 所以安德烈先生强调说 他刚刚讲那个托 那个做法 他说他不是在教你 这个是对的做法 但是他只是说 虽然已经是22岁的人 有时候他的行为 也只有5岁的程度 但是然而呢 也许有些是非常成功的 大企业家 比如林苍生总裁 说不定他也会骗他吗 我有问题耶 你们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你们跟你们的爸爸妈妈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你们兄弟之间看起来 是没有问题对不对 对 有没有问题 没有 谢谢你们 谢谢 这里有一个其实原来就送过来了 比较感伤的 他说龙老师您好 您的目送 目送这本书呢 是现在 对不对 安德烈这本书其实是未来 对不对 然后龙老师现在在写的 关于1949一甲子 就是明年 2009年要出版的那本书 那本书是过去 所以其实这三本书呢 可能应该是 以后应该要连在一起读 那这个目送呢 他说第一句话 贴切自己 所谓父母 子女一场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目送分离 望着背影 这个你讲的这个其实 我都会觉得是好像把过去 现在未来都写进了 就我们读了他的这个问题 好像这个问题也是 给安德烈的 有一天 Beware 时间老人会对你做一些 奇怪的tricks 所以你有可能也会 目送你的小孩 然后那时候你拿起 你妈妈的书的时候 你可能会哭 What do you do that? 至少你要告诉我们 Hello 嗨 他很炸 他说这个他不会读中文 这个好像不太负责 我的儿子今年21岁 大三才一转眼 他已经是成年人 其实这个很适合 你觉得这个很对你的胃口 对不对 但今年暑假 我们母子关系就降到冰点 他打电脑打到半夜 手机打了三千多块 不随手关灯 虽不是什么大不了 我忍不住说他两句 他说我个性使不改 为什么是如此 他怎么不检讨自己 读大学有什么用 谢谢 这个是妈妈写的 妈妈写的 妈妈写家庭主妇 你实在很过分 你不随手关灯 这个妈妈真的很苦恼 这个意思是说 我想的妈妈很苦恼 这个儿子呢 你们关系降到冰点 手机打三千块 电脑打到半夜了 忍不住说他两句 他就说我个性死不敢 就是孩子还顶嘴了 他怎么不检讨自己了 读了大学 好像一点 对修养上一点用都没有 哇 这个还没 有没有人 别的妈妈也有 或者爸爸也有这样的感觉 其实这个问题很严肃 因为 好像是我写的 我自己在 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 因为我自己 在每天的挣扎之中 譬如说 当我看到他 晚上 我觉得他应该回来的时候 他没有回家 而我那个 觉得他应该回来的时候 是蛮宽 蛮宽 蛮宽松的了 或者是在书里头 你看到 他抽烟 抽得多 对不对 那你明明知道 抽烟对他是有害的 他的手机 是因为他赚了稿费 所以就是 他自己独立 自己要去 自己要去想办法 我自己面临的困难 在于 一方面 你看到他某些的行为 你完全不能够苟同 不能赞同 而且你觉得那个是对他是有害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自己又有个信仰说 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人 他是一个成人 然后他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这两者之间 我其实必须承认 我有每天的不断的拉扯 那到最后 你自己必须 你就会犯一种错误 你就会不断去讲他 你为什么不犯了怎么做 你为什么不犯了怎么做 那这个时候我是建议说 我们作为妈妈党的人 彼此激励一下 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你用那种每天去讲他那个方式 有没有效果 你抽出自己的 我刚刚听到有一个叫妈妈党 所以除了国民党跟民进党以外 还有一个妈妈党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你的政敌真的蛮狡猾的 如果有效的话 请你继续 如果没效的话 显然此路不通 好像妈妈党也蛮需要幽默感的 对不对 是不是 作为她的政敌 你会怎么说 儿子嘛 又不关灯嘛 然后一天打手机 然后怎么样 你说怎么样 你跟那个妈妈讲好了 well I kid you not some of these literally out of her mouth literally 我听讲的猫猫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they're the same breeding facility um yeah I don't listen I can't tell you what to do I mean you're still going to worry and we've had this discussion for the last five I don't know how many years so I I mostly just let it pass sort of ignore it most of the time I'm sorry there's no recipe to to do it I mean on one side it's it's great to be loved on the other on the other side um turn off the light and just let your computer on and she doesn't see it you turn the light off but the computer is still on and you won't notice that I'm still doing 他大概就觉得妈妈其实是 就是一个 你没有办法对她生气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他说要 let it pass 就把妈妈翻过去这一页 把妈妈这一页翻过去 做儿子的将来自己会受到处罚 因为他以后会有儿子 这个是大陆来的交换学生 他说他正在学习繁体字 如果有错字请多包涵 他说龙老师您好 我很崇拜你 不论是作为斗士 他有写的英文 fighter your mom is a fighter don't forget that 还是作为母亲 我想对台湾你是爱之身才责之切 那对于安安 你会怎样排解 过多的 可能会使她感到怨倦的爱 你对台湾的爱 台湾不会怨倦 但是你对安安的爱 怎么办 对于一个养育你的社会的爱 就是刚刚讲说我对台湾的commitment 你也会有失望的时候 而且你会看到很多人 做了很多的努力 之后他因为失望而放弃的 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那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 有时候心会有一点凉 那但是我这个人比较缺少cinesism 所以还会继续往前走 但是对于自己的儿女 我只能说我就是不断地学习 因为她很清楚地告诉我说 她不要我的那么强烈的 那个母爱的方式去爱她 那个对她成为一种压力 好 那我就要只好来 只好来检讨我自己的 对待她的方式 就是自己做的 会不会有一天她被女生抛弃了 她会回过头来加倍地 会不会 我不希望啊 那我觉得她会有毛病啊 好 我会 我其实是觉得 一个成年的成熟的男孩子 她跟母亲真的非常非常贴近的时候 可能 我也许错的 我不是心理学家 可能会造成她与她妻子之间的 非常健康的关系 我不觉得一个儿子 应该给她的母亲太多太多的爱 是不是 对 有没有什么要加 好 这位 我是昆山中学 高一的学生 那 我是 我是 我自认說我是個蠻叛逆的小孩 那我從小五 我媽媽就會帶著我到處跑 因為我們是就是會磨合 然後又有 之間還是會有一些爭吵之類的 那就是我們也會去做溝通 然後去做一些 我媽現在也在場 我不知道我等一下講一講 然後 可是有時候像 那就是你們因為在不同的地方 那你們是用比如說像什麼email之類的 所以你們在寫的時候可能就會說 不會說那種因為太衝動 所以可能就會說出一些 可能你當時那個想法是那個想法 但是你當你後來想一想 你認為說自己可能是有點錯誤的 然後就會說就是 反正就是有一點 跟自己的就想法有點違和 那我想要就問一下說就是 就是你們在互相溝通的時候 就是讓你們說什麼 那你們覺得自己可能 可能會傷到 傷害到別人 你們會說 欸 尤其想一下說 欸 對方會怎麼想 然後 會 對 對 就是因為你們是甦醒 但是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是 沒關係 你問的是說 我們如何避免說出傷人的話 是不是 沒有 然後 我想要問就是說 這是 嗯 該怎麼說 就是 因為我們就是 已經算是說已經很了解對方 五年 小五開始 就是我們會 已經說開始會溝通 然後到現在 我們算是很了解對方 但是有時候 你知道就是 因為一個五十年次的 跟一個八十年次的 人就差了二十歲 然後你身邊的人 你的問題是什麼 我想要問就是 當你們思想不同的時候 然後你們中間有摩擦 但是 該怎麼說去說 做一些調和 好 我可不可以幫他 我覺得我對他問題很有同感 他說五十歲跟八十 五十年次跟八十年次 二十歲 沒有差那麼多啦 好 可是你知道他們兩位 就是 一個是來自農業社會的 又古典又浪漫的 中國那種傳統的文人 雖然覺得自己很有現代感 可是另外這一位呢 他是來自那種後工業社會 後搖滾社會 然後我們其實在台灣不太 我們不太清楚他在想什麼 對不對 但反正就是說 他是完全是另外一個星球來的 跟他媽媽 所以這兩個人確實是 我能夠理解 是那一種 就是你覺得有很大的差異 對不對 那要怎麼辦 是不是 可是他們就是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他們寫了這本書 那是不是你可以就是寫一本書 不知道 好 安德烈這個問題你要好好回答 他說 想請問安德烈 OK 有沒有交過你朋友 OK 你要watch out OK 你的回答會決定你在台灣 有沒有更多的可能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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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女朋友 如果有女朋友 請你做 你做甚麼 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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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 你會隨手關燈嗎 假如是女孩子要她隨手關燈 她會隨手關燈 她會改嗎 你會不會悔改 會不會 會不會 首先 我以前有女朋友 那是個問題 OK 是 她有女朋友 不要大家不要絕望 不是 不要 不要 以前有女朋友 對 確實是 絕對是 有女朋友 是女的 我看過 是女的 我看過 I mean the question is very theoretical I mean my girlfriend never told me the same thing my mom told me to do I mean and if they did it would be really weird you would fire her right away 就是說 作為一個女朋友 對她提出的要求 絕對不會跟她老媽一樣 如果是一樣的話 那個女朋友一定有問題 I mean probably no I mean if she'd ask me I mean turn off the light because it's better for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why I have to turn off the light but anyhow if my girlfriend asks me please turn off the light because of whatever your mother's reason is then yeah of course not 好 問這位女同學 你要知道她想什麼 就是 好像 那你就是一關燈好了 就是 問題就解決了 好 這邊 學姐 還有安德烈你好 我是成大心理系 101集的主音會 我想請問一下 未來我想要有成為貓貓的打算 然後 所以我想說 如果我要教養我的小孩 我當然希望她有良好的競爭力啊 然後有能力能夠快速吸收知識 那你覺得我應該培養她成為一個中文思考者 還是英文思考者 謝謝 還是一個英文思考者 用中文思考還是用英文思考 第一個 我對於我的孩子的教育 我倒是並沒有想要他們有人有競爭力 我倒是心裡會 就是說求天求地說 他們只要不會變成乞丐啊 或者是吸毒啊 或者是發生車禍啊 什麼之類的 那倒是不太抱有說 希望他們要出人頭地 出淚拔萃 然後很有競爭力 因為這跟德國的學制很有關係 他們在德國的那個學校的成長裡頭 就是說60年代68 1968的那一代人 反抗權威的 拒絕這種規規矩矩做事的 拒絕競爭的那一代人 都變成他們的老師 他們的學校的老師們 全部都是那種60年代的 嬉皮那一代出來的人 變老師 然後灌給他們的腦子裡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說 競爭 幹嘛競爭 你做你自己就好了 所以他是在那種環境中長大的 在那個環境裡頭 我也覺得 我無法去要求他說 你要怎麼樣做出類拔萃 他們在他們班 他們小時候 他們班上第一名的 永遠是那個被人家瞧不起的 到今天還有一個詞 nerd 就表示說 不要跟他做朋友 他是在那樣的環境之中成長的 所以這種競爭力做第一名 從來就不是目標 我唯一的想像是說 拜託你不要做那個最後一名 只有這樣 所以是希望 就是讓小孩自由發展的意思 我希望他們比較自由的 自由的成長 對做一個有各種的興趣 然後對自己的人生 有某種的反省力 知道說你真正人生裡頭 最重要的價值是什麼 我比較希望他是這樣的人 謝謝 因為是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最後一個問題 好不好 安德烈 妳收過媽媽哪份禮物是最感動的 榮應台老師 請問您認為您送安德烈最好的禮物是什麼 收過媽媽哪份禮物是最感動的 她送我的禮物 沒有 妳送她的禮物 她最感動的是哪一份 我有沒有送過你什麼禮物 讓你覺得很感動的 這個禮物是真指的東西嗎 對 是這個意思 I can't remember any present really Present of life 除非是生命 除非是生命本身 對 OK 那倒過來問我這是什麼 就是一樣的問題 一樣的問題 好 這裡其實有一個 我有很感動的是 妳在15歲的那一年 就是我在台北市政府 正在被摧殘的那個石頭裡頭 在母親節的時候 我接到妳的禮物 是從傳真機裡頭出來的 黑白的嘛 因為傳真機 是一樹 就一團花樹 那個就知道說是 從院子裡頭採來的野花 然後把它貼在紙上 然後把它透過傳真機 傳到台北的局長辦公室內 那一個母親節的禮物是 讓我非常感動的 我記得 好 這裡有庶民焦慮的父母親的 最後我就念這個 說龍老師您好 今天的主題跨代不協調的對話 個人抱著期待的心情來聆聽 可惜在現場無法聚焦 個人的問題肯定在今天的會場 無法得到啟發 因為問題的複雜程度 請問能有其他直接的管道來請教龍老師嗎 個人期待回答是肯定的 他已經護上他個人的信箱了 好 我想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進行到這裡 那底下是有簽書的部分 對 是不是 好 最後想要說的話 有沒有 沒有 好 我對我的讀者們 因為我自己覺得很慚愧 我也接到很多的來信 但是我沒有辦法回覆 也請你們原諒我 因為來信是來自全世界各個地方 尤其有很多的最挫折的父母親 我覺得是來自美國 很多很多美國的讀者 來信跟我要求說 可不可以給我你們的英文版 但是英文版是沒有修飾過的 所以我無法給出 所以你們要原諒一個作者 他沒有辦法給的更多 我只想說 你不妨很具體的 你用這個書 可以作為一個 跟你的上一代 或者是跟你下一代 一個 一把開啟的鑰匙 試試看是不是能夠溝通 我昨天才有一個讀者寫信來說 他買了這本書之後 看完了之後 他都放在廚房裡 沒有想到被他的媽媽偷偷拿去看 後來又被他的爸爸拿去看 然後到最後三個人都看了之後 竟然他們在晚餐桌上 就開始談這本書 而開啟了他們這一輩子在一起生活 從來沒有過的一種談話的方式 那如果說這個本書裡頭 充滿了我的不確定 我們的失敗的經驗 那如果能夠達到這個目的的話 那我也非常感謝了 所以非常非常謝謝大家來 非常感謝 恩德烏 恩德烏 谢谢你们来 谢谢